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遇到的营地非常强啊 小伙伴们你们看 这营地有很多14庄的大佬 我仔细数了一下 起码有八个那么多呢 其他的也都是10庄上的高手 有点可怕呀 看来今天小强得小心一点了 不然很可能会放车的 小强经过市中心的时候也是听到有枪响 看着只吃着营地的人在和同样打架呀 那咱们过去看看吧 不知道能不能搭把手 这人居然站在飞机上 这不是火把子吗 我们偷袭他一波 让他们封上点输出 没想到随便打个人都是大佬呀 有点无奈 现在小强也是距离他们比较远 没法全力输出 而且飞机旁还有这么多人 我们就先暂时策略吧 这是怎么回事呀 突然有这么多人追小强 看来同样是被他们围殴解决了 真是够长的 没办法 现在被这么多大佬追上 防打就是扫虐 我们还是赶紧溜吧 看有没有地方可以收一下 追了小强这么久 终于会闹单的了 我们直接防打 看能不能灭掉一个 这人还是个长血 真是天助我眼 我们全力输出赶紧把他也灭了 要是他队友过来支援的话 小强肯定会两样的 哎呀 差一点点就解决了 支援的还真是快呀 这到底是什么营地呀 居然这么多人来制裁我 你们看地图的小脚印 密密麻麻的 真是恐怖了 最后也是毫无悬念 小强直接被他们给制裁了 这恐怖的输出 让小强连脱脚的时间都没有 这里起码有八九个人来追杀小强呢 太夸张了吧 想要当挑这么多人 根本是不可能的呀 事后小强也是看了下场景频道才知道 原来这是比亚营地呀 小强记得这营地之前没那么强的 没想象现在发展成这个样子了 按照实力来讲的话 完全是这区最强的营地了 小强有点不甘心 又去了一波动荡之城 不知道这运气是好是坏 居然又匹配到比亚营地了 我们还是回一点吧 就在这里收着 这营地人这么强 出去的话很可能会瞬间两人了 哎呀 他们鼓得很警觉 这么快就来人了 还一下子就来两个 有点扛不住呀 小强和这营地人当挑都不一定能打得过 更别说被他们围有了 我们还是赶紧切去吧 这些叔叔真是太恐怖了 小强一下就被打藏了 还要我们再巧口 不然的话可能就已经凉了 看来自小强得买个红开了呀 要不然遇到这些大营地的话 根本没法打 哎呀 进来了一个人 他还是有点呆呆的 好了这么久都没发现小强 我们直接偷袭他一波吧 他好奇怪啊 居然不切香和小强干 这是怎么回事 算了 咱们也不欺负他 把人机收回了吧 这人也是极限喊个行李 看来是小强的粉丝呀 名字倒是挺霸气的 居然叫波赛东 不过现在这情况不允许啊 小强根本没时间和他拍照 要是其他人进来偷袭我的话 小强肯定会凉的 本来我想让他离开的 免得大魂误伤到他 没想到他队友一篮 一门就放你了 你们看 这人打小强也真是够狠的 疯狂的在输出 KK 他的演技真是好呀 都快得好莱坞大奖了 还好小强谦虚丢得快 不然这波就寻了 现在他们都在找小强 根本不敢在桥上不要啊 我也是躲在里岛这边捕满血 准备蹲他们一波 但可惜这营地的人很鸡贼 发现小强就立马叫人为优了 根本不给机会我们 我们还是赶紧先去离开吧 不然待会就逃不掉了 又是这个波赛东在搞事 真是太郁闷了 现在这么猛的输出 小强完全扛不住呀 最后我也是被他们给制裁了 一天被同一个营地 制裁两次也真是够无奈的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这聊